还有来看到光复乡公所也在今天 父亲节表扬了各村推举的模范父亲 除了是颁奖表扬 乡公所也准备了一个大蛋糕来亲客祝福 不仅亲朋好友 各级机关首长 各级民意代表也都到场 现场灌溉云集 光复乡包括乡籍模范父亲卓姬黄先生 在内共14位的模范父亲 依需上台接受表扬场面问心 今天8月8号父亲节光复乡公所 今天上午举行113年 庆祝父亲节继模范父亲表扬活动 表扬各村推举的模范父亲 不仅亲朋好友各机关首长 各级民意代表 社团协会干部等也都到场 现场灌溉云集同情关怀 其实也是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 也是要讲话 因为今天讲话几乎比较多 然后今天早上就有很多人在传LINE的时候 父亲节快乐 想一想全世界有80元人口 就有一半当爸爸 他是以后会当爸爸的 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的活动 香港所也特别准备了一个大蛋糕 庆贺也敬祝每位辛苦的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记得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